他被趙子墨那個騙子 騙得團團轉 一個來路不明 滿夠謊言的人 才來飯店幾個月 就當上了副總 再讓他騙下去 你們的飯店被賣了都不知道 我不准你再侮辱趙子墨 他幫了飯店很多忙 他不是騙子 他就是騙子 說誰是騙子 前面多副總 你 對 你 就是你 有沒有 不認得我 你是誰 你不是新联国际的首席投资顾问吗 跟什么 不是令萧饭店的副总经理赵子墨 刚才看你这么健谈 还以为你跟我很熟 这么一副不认得我的样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赵爸 对不起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来晚了 还有啊 你们俩发生什么事情 是这样子的 我们吵了一架 非常严重了 曾经一度奔赏 天晴在喧我的气 后来呢 这个张振宇 用开除员工来逼婚 天晴逼不得已才会答应 一件这么恶心的事情 后见 我后来醒悟了 我发现天晴说是贝子的真爱 我不能没有她